众所周知,我们现代都市人 不多不少都有些社交恐惧症 无什么必要都不会找人聊天 就算有必要都不想找人聊天 尤其是聊微信 不是说我们的沟通能力有问题 不是我们一和别人聊微信就只会阿爸阿爸 NO! 反正我们还可以聊天 尽可聊和万知识万物皆可说场 退可聊娱乐八卦乘风破浪姐姐 我们不是不会聊天 我们不会说再见 真的,聊天聊到最后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再见 多得女神这么多年来不少 现在,我去睡觉了 痛,我去洗澡了 这两句话已经变成公关术语里面最虚假的两句话 就算你说的是真话 听起来都假的 你每一次和别人聊微信 想着差不多可以结束了这个对话的时候 就要在这想 如果我现在说我去睡觉了 那时间会不会太早呢 先晚上11点我就说我去睡觉了 太假了吧 要不要等到12点再说呢 不是啦,凌晨1点说比较真实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和别人聊天 哇,一旦我和你开了个头 去到最后为了说他拜拜 是要等足足两个小时的 那我宁愿你拍摁当 不要找我聊天了 说我去洗澡了 都不行,都好有风险 万一对面回复 好啊,我等你 那怎么办 洗澡了还要继续聊 不要吧 我宁愿洗澡两个小时 我都不想回去继续聊 你现在跟我说 洗澡两个小时 都还要回去继续聊 绝交了,没办法聊了 还有,我去洗澡了 这句话 作为一个用来说拜拜的公关术语 是完全不合格的 你洗澡就洗澡了 洗完澡为什么不可以回去继续聊 所以只要有少少逻辑能力的人都明白 我就跟你说 我是洗澡了 其实就等于我跟你说 我不想再跟你聊下去 要不要不直接 以后还怎么做朋友 为什么这些女神 可以这么频繁地说出这句话 她们没有心理负担 自然一点,直接不回复 那就直接结束了对话 但不回复好像很没礼貌 不但没礼貌,还很危险 万一她突然发个卵 那怎么办 喂? 蛤? 我没有回复你吗? 哦,我刚才手机没有电 但你看到我转微博 我用电脑转的 对啊 不过又看到我打牌位 啊 呃,绝交吧 你说好朋友之间不回复就没什么所谓 可能回复了你也不太觉得 有时候可能你还看到也不回复 啊,很厉害,洗澡,睡觉 明天再回复吧 希望以后社会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 其实聊聊一下就突然消失了 并不代表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好 反而代表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那我们以后都不用再想怎样去说再见了 大家觉得这样好吗? 咪猫猫大师 我最近在找工作了 你可以帮我算一下我适合做什么工作吗? 嗯,我看看 我看你的相笑容满面 应该心态好好 不怕兵狗 法制善高 一定文采好好 适合写稿 看来做编剧是最适合你的了 那我去哪里做编剧 发展的机会会大一点呢? 哇,远在天边,更在眼前啊 其实幻影都招紧的 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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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